Leo聊世界 天天弄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来看伯根地人对上波兰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12点钟方向的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特色是他的经济科技 可以提前一个时代进行升级 黑暗时代就可以等一下一农一木 到了城堡时代可以等一下三农三木 这个经济的优势是有一些领先的 但是他这个升级 也有可以让他的食物的造价更平 可以看到轮根制度 食物只要167 折扣的幅度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这个经济加成 也是要特殊的经济配置 才可以点下的 那点的实际点 通常是在有100肉的时候 点下一级伐木 有一些打法会是这样子 但是在抢封建时代的打法中 会比较偏向于 点下封建时代之后 再去点一级伐木的 这个打法 这个打法两种打法都有人拥护 那就是看哪一种比较适合自己而已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伯宫甸人的火箱和火炮 他的伤害是有加成的关系 所以后期火箱火炮伤害非常高 而且游侠的马咒科技是半价的 不管是你要点跟踪技术 或者是游侠升级大落马都是半价的 黄金也是半价的 所以可以看到游侠只要375升级 跟这个强奴升级没什么两样啦 那他的缺点是没有品种 所以他的游侠呢 只有160滴血稍微偏少的游侠血量 但是伤害呢 也就是18点 所以后期呢 博恩帝人比较适合打游侠配火枪 还有枪兵的一个作战路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Viper选择到的是波兰人 那波兰人在这次的改版中 应该算是幅度最高的文明 不管是市集的肉类 卖的价钱更高之外呢 还有这个清奇病的升级 都让他的食物下降非常多 而且他这个品种呢 也变成75块钱而已 虽然节奏会更好没有错 但是波兰人这个胜率 会不会有所提升呢 但不确定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提升胜率的话 可能黄金也要砍半才行 只有食物下降好像影响不大 因为毕竟波兰人 他是食物或许最快的文明 只要在这个大中原呢 旁边撒下农田 就可以获得8%的食物采收 这个一直循环下去的这个经济 是非常可怕的叠加 那波兰人呢 他的骑兵路线是比较主轴的 点下银罐贵族特权 骑士只要一只30块钱 那他本身是一个全能型的威武 不管你是要打重装马弓或是抢弩也是ok的 步兵路线剑勇也ok 战锤兵也是能打 后期有火炮缺点是没有火枪 整体来说打法是相当舒服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那地图方面目前看起来的viper 黄金在前面 后面有一块黄金 黄金在前面这个是比较尴尬的 有点难受 那他的石头也在这里 波兰人这个文明的石头部分 也是需要看一下的 远塔妈石头可以产生黄金 所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他的石头的点位会比较特别注重 例如你要打塔弓的时候 或是你要打一些特殊的战术 开尾为死 需要用箭塔防守 需要看石头的点位也是很重要的 像这种地图来说 viper就不太能 就直接打塔弓 除非他要多投机跟箭塔 但是会拖到这个 塔弓的这个节奏 那不管怎么说波兰人塔弓 算是普普通通 不会太强也不会太弱 因为他的塔弓优势 就只是村民会自动回血 并没有所谓的箭塔的伤害加成 或是箭刀速度之类的优势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MBL这边地图 MBL这边地图 MBL这边地图呢 右边的位置是两个黄金都在这里 哎呦但这个池好像不错 但是好像也不能盖太多 这个渔船的样子 这个渔航傻不多 好 viper跟MBL的漏码互打 那黄金位置来说我觉得还可以 并不会太差 没什么好说的 而且地图来说海盛可以 只要这边围死了问题就不大 这边是一定会围的 那viper这边的黄金都是在后方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就只有这块黄金而已 整体来说两边地图都很好 那就只有墓区比较糟糕 那墓区的位置的话 viper是比较ok的 两个都是在后方 正面比较难守而已 好那现在两边的地图都还不错 那viper这边是点下一浓一步 MBL这边已经提升了二级伐木了 那这个就是比较细微的升级方法 一直想要秀 这个手术一直在控 调戏MBL的女村民 太离谱了 真的是太离谱了 好MBL这边没有撒任何一片农田 直接点下了二级农 优势直接把伯恩帝打到最高 这个打法呢 是直接舍弃 落马开局的升级方式 就只能靠枪兵防守 那如果先点下二级农田的话 优势真的会很大 因为村民的采集量 可以再多加一 这个经济的累加就会很可怕 天后这边是变成十一十五 多采一个 这样叠加上去 哇这个经济的细节累积 就会很可怕了 好那左边枪兵继续防守 枪兵想要戳 戳到漂亮 MBL这边有点赚 Viper有点慌 这边漏马继续按 但是继续按漏马的话 可能会有点劣势 枪兵有点多 好MBL这里不转马 选择了走工兵路线 毛兵防守 这一方的 好工兵 Viper这边是走工兵 这边MBL是有预判到的意思吗 有预判到 根本没有视野 肉马都没有 呵呵 没有侦查 但是先预判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C帝国跟星骸比起了 这个预判的成功几率很高 跟 空间时代能打的东西就那些 你就算不去侦查 先提前预判也是可以 正常守住的 好那接下来 家里围好 好这里过来看一下 哎 Viper 你怎么都围死了 哎呀 靠一下靠一下 好这边枪兵直接冲到人家田里 骚扰 但是地主不肯 直接把这个枪兵给解决了 MBL点下了 Viper点下了城堡时代 现在资源上有稍微稍微的领先了 最主要是不为家 省下来资源是真的多 大概就是大中原的这个经济优势 待会 我已经点下品种了 品种点的很快 现在品种真的是便宜 好 省下来的肉 可以打青骑兵的优势 但是如果这边打青骑兵 硬吃应该也没问题 哇 这个田被烧到的好烦啊 好 肉马上前 弓兵点一下枪兵 偷点一下 结果自己被点死 MBL这一坨枪兵跟毛兵 打得有点麻烦 好 先点骑士 不点青骑兵 那波兰青骑兵升级现在只要75肉 相当神哦 但是一样是150块黄金 好 直接3TC开农 MBL 现在开始慢慢追上了 二龙二木的经济优势 好 MBL也点下二龙二木了 那到了城堡时代 博文帝人 并不太会去点山龙 或不会去点山龙 但是 山木的话 有一些情况会去考虑 例如在打这个竞技场的时候 会点地龙时代的时候 身边点个山龙 或是一上城堡时代 就点山龙 那到底哪时候要点山龙 山木啦 讲错 刚刚是要讲山木 会去点山木 那山木什么时候点 对于博文帝来说 是一个非常 讨厌时机的一个 选项 因为 这个山木 太早点的话 经济就很容易爆炸 而且TC也不太好开 鸿田也不太稳定 所以到城堡时代 往往不会去点山龙山木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山木的话 哇 就要200肉 200木头 基本上200木加75块 就可以补一个城镇中心了 而且215可以按4只村民 如果3TC开始运转 很容易会断村的 所以呢 MBL 这边是选择了 哎呦 正常前压枪兵 配战矛 想要一波打死 白颇啊 这个毛病危险了 往前走 投掉 好 现在大庄园真的很难走 波兰的命脉 就是大庄园 这个大庄园 能够守住吗 直接走到TC里 这只村民要被抓掉了 水 等你没有办法 过来帮骑士补血 现在有点尴尬 要不要转个工程器制造所 出个奴炮呢 好 讲完就补了 这里不补工程器制造所 这里就可以一直绕 一直绕 一直绕 讲MIP的经济 就越来越落后了 好 现在骑士跟青骑兵 去前面稍微绕一下 MBL则是驻下了城镇中心 那对于MBL打中垃圾兵战术 MIP的最好的打法就是转工程器 或者是转战毛互丢 打这个骑兵路线 可能还是要多多去骚扰才行 但是对方已经维持的情况下 骑兵出再多 可能意义也不大 那转战垂兵的话 升级又需要去提升 这也是波兰的一个问题 波兰在转兵的时候 压力是最大的 好 但是现在奴炮有弹道学 稍微挡一下 好 继续挡 航兵冲进来 第二台奴炮出来 好 剪掉这两只枪兵 好 把旁边补一补 好 现在农田补的差不多 左边的骑士被戳掉 Viper这波有点小亏 好 有点被弄到了 但是MBL 这边是落后的十五村 所以经济方面 Viper并没有落后太多 反而是一直理性的状态 刚看起来 Viper是被骚扰到生虎法治理 但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 来吧 Viper这边就去点下战毛兵 不然还是要点战毛吧 不然你这个 铺头的话有点难受 好 这也不出马 转战毛 标准的反制枪矛前压的打法 好 那现在伯格帝人 MBL也转出了 工程器制造所 投石车 赶快按个一台 好 按了一台了 那接下来 森林走出来 看一下 你的单位在哪呢 想要来捡个圣物 但是Viper其实也没有去碰 好 Viper这边点下了战毛兵 生虎鱼 还有奴炮 3TC继续農 这里的话可以考虑 第4个TC 或是开始挖石头 插宝防守 或是前压 但目前对于Viper来说 前压是不太可能的 这里没有开始暴马 是不会有前压这个选项的 城堡呢 可能就是插在家里防守 那插在位置的话 应该是这个位置蛮适合的 包地堡 或者是正面这个位置 也都OK 只要让对方能稍微绕行一下 就是对 对于对方的进攻路线 都会有点受到阻挠的 好 Viper这边点下了青旗兵 难道是要转马压堡了吗 但这边 按青旗兵可能会落后 这个时间点不太好 哦 结果先来压宝的 是MBL 对 好 Viper果然把城堡补在了家里 这里来不及往外插宝 只能插在家里 保持车砸 弩炮想要躲 躲不掉 保持车过来修 拍到 残鞋拉回 这根城堡来得及吗 MBL MBL没有看到Viper在盖堡 这个压堡 MBL可能觉得自己稳了 结果一看到这个视野 吐了 怎么家里有一根城堡 快扯快走 好这边再补一个 直接补在高地 让它对射 对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 MBL这边一定要在这边盖堡 好 这样就可以MBL 控住这两个金矿了 好这两个矿区 果然这个石头 真的是Viper这场的关键 好 那现在破烂人点下了一弓 转动技术点下 现在Viper赶快升帝王 MBL已经点下帝王时代了 好 这里要看一下四级的买卖 能不能顺利的升级上去 Viper稍微微了一下 四级赶快补 好 Viper这边的动作相当标准 并没有太多的犹豫 好 现在赶快对射 后面开始补马就 但是这里要先卖鞋肉 卖鞋肉 好 把500肉卖掉 换了389块黄金 这个黄金或许真是真的舒服 好 伯根帝人 这边帝王时代点下 要考虑点个三级农吗 或是三级木吗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了 但是像这种很早期 就升帝王时代情况下 是更不可能会点 因为这个时间点 你机器本来就不多 这里最有可能是在开一个城镇中心 拓一下时间 或者是要开始转一些火枪火炮 之类的战术 所以需要一些肉去支持 怕雪的升级 还有这个火枪兵的生产 还有这个青装兵的生产 都是的 所以三红三木 为什么都不会点 就是这个原因 之前有观众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 让他们理解 为什么他们不点 这主要还是资源上的压缩 跟进攻时间点 会才会决定 这个三红三木 到底该不该点 好 那这边开始围一下 OK 这里再继续围 右侧这个洞 再围一下 漂亮 再围 轻松兵进不去 漂亮了Miper 这个手术 好 清晴兵升升级上去 点了二级马卡 Miper现在黄金有点缺乏 作马冲过来 想要解决投石车 应该可以顺利拿下一台 这个原地巡逻站岗 又在学HERA是不是 哇 你们看我们的影片里面 已经出现了多少个 就原地站岗巡逻 出大事的人 这一招 千万要谨慎学习 手术不够快 真的用不起 不然越用越虧 好 现在 柜子特权点下了 Viper准备要来爆重装骑士了 好 MBL点下了枪兵 还有印刷技术 破烂人 帝王斯在点下 重装骑士也补了 好 就请投石机 开始工程 那MBL 这边是走了双树道院 防守路线 那这个打法在竞技场的浮棍地来说 会比较常见到 那这个打法在竞技场的浮棍地来说 会比较常见到 所以这个阵地战的生铝加枪变的打法 我觉得并不是这么的优秀 好 MBL果然补下了化学 现在Viper 点下了三井农田 那三井农是波兰必点的科技 所以你点完之后 这个大壮门的采收效果 能力会更好 好 这里直接手撕木门 冲了进去 扛住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阵地战 对于这个打法比较优秀 但是Viper只要不理他 赶快疯狂BD 那家里就很难受了 但Viper这边有点卡人口 这边优先拆大中原 MBL太懂了 波兰就是害怕大中原被控 哎呦 这个头车换到 结果巨头换掉 哇 这个互相交换 打得非常精彩 但是现在重装骑士 已经溜到了MBL家里 现在四处着火了 看看唱兵赶快捕 来得及防守吗 家里的僧侣有点忙不过来 那MBL正面一定要来互相伤害一下 这边的骑士冲过去被招翔 直接被招惹三只骑士 这一波MBL不亏 但是家里亏烂 已经被堕到生活无法治理 只能疯狂搜村 这里也是 哇MBL这里至少少说 要死个三四十村了吧 三四十村了吧 哎 结果这边还好 才死个二十二村 海相能接受 好 但经济还是有点开始领先 博文帝人 他最麻烦的地方是 还有救赎思想 所以波兰人 不太能直接转出火炮 去进行反制 炸毛兵可能还是要多按一点 才能挡住 这一波枪并在前面防守 那有机会的话 就去点对方的生旅 的一个路线 所以这边三级色化学 趕快点一下 都会有帮助 好 现在这一波打完之后 博文帝人 果然被抓掉了三十四村啊 MIPER这边经济 开始有点 跑转了 刚刚有点惨 现在资源已经领先了 是六千多资源吗 好 点下了 中城信仰 哇 这个科技也是超级贵的 但是比起来 这个现在价格拼很多了 现在不用一千黄金 只要七百五十块黄金 食物的成本也有所下降 我记得以前是七百五十食物一千黄金 超级贵的 现在已经调整这个价格 变得比较平衡一点了 好 有中城信仰之后 波兰人抗刀墙能力来到了巅峰 直接手持对方生旅 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问题是 有没有带工程器 有 工程器来了 我们看一下 VIPER这波的骑士冲锋 后面生旅刀墙 拉了一些骑士到后方 想要直接手撕 手撕到了一只 生旅最后一直招到了 骑士 但是只招到了一只 还两只的样子 生旅根本控不过来 赵毛兵开始输出 这一波还在打 这一波生旅没有收成 收进去 生旅全部倒光 没有办法 保住所有的生旅 哇 生旅连一只都没保到 MBL这一波 血亏 好 现在战毛兵 直接打掉过来防守的枪兵 这一个城堡 可以拿下 只是直接找人的事情 但是VIPER的火炮 也被MBL给换掉了 两边是一个互相交换的概念 好 这边直接躲在城堡下方 把东西放出来 村民想要过来修 直接被战毛兵给投死 MBL这一波直接被手撕城堡 VIPER漂亮了 打得真的好 这一波冲锋 好 MBL加里 赶快补枪兵铠甲 金瑞青装兵 好 我觉得现在打 金瑞青装兵 有点微妙 但是他比游侠的 近战冲锋能力更好 不走游侠的话也有考量吧 或许觉得游侠太贵 出不起 毕竟刚刚已经投资了这么多森旅了 好 这一波 MBL 退守到后方城堡 右边的VIPER 这边想来拖挖黄金 好 村民拉了几次过来 把大中心重新补下 重新复根 丢失的大中原 好 这边的工程器制造所 这一波的手撕 拿下 搞定了 好 这边继续工程 这边工程 要小心 好 战保兵的数量有24只 现在骑士一直在找机会冲进去 现在MIPER点下了波兰一起兵的升级 好 轻装兵找到了机会 看到你的大军都在我家 你家一定是无人防守 MBL 这边抓的这波 抓的特别好 好 但是城堡也是盖起来了 好 这波冲了进去 MIPER 骑士能够直接压进吗 MBL的枪命数量来到62只 防守应该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 多线能够扛住吗 战防兵赶快拉过来防守 好 但是青装兵也冲了进去 你弄我 我也弄你 MIPER说明书也开始下降了 好 这人前方在打工程战了吗 巨型投尸机还没有开始架起来 MBL按了一台巨头 但是 产能有点差 MIPER这边则是大军压镜 清齐兵只冲后方战毛兵 好 枪兵继续追 枪兵戳掉了大量的骑士 MIPER这波骑士送的有点多 正毛兵可能也挡住正面大量的枪兵 有点难受 好 现在正面是个问题 要怎么反击回去呢 MIPER这边的黄金量 已经来到了2600块的库城了 把一大堆的木头给卖掉 卖了2115 换了1430块黄金 我的天 2115换了1400多块 难怪这么有钱 OK MIPER现在经济已经起飞了 开始转出了奴兵 而不是马公 毕竟波兰没有暗显的战速 走步攻兵的话价格更省 而且续航能力会更好 不是续航能力 这个成型速度会更好 好 这一波重装骑士 直接撞到了枪兵身上 VIPER可能没有碰到这一波 这个硬吃其实不太划算 好 现在黄金多 VIPER可能觉得可以用一波黄金砸死MBL 这是有可能的吗 MBL的黄金量 是有点极限 现在MBL急需新的黄金来源 好 右边的部分 枪兵继续防守 骑士继续往后拉 让弓兵跟镇毛兵有足够多的输出时间 好 这一波枪兵直接拦截到了 骚扰多姓的重装骑士 VIPER这一波有点亏 但是这一波又抓了五只村民 说亏也不亏 但是这个黄金确实控的很好 MBL只剩下七个人在挖黄金而已 好 但是最新头十一 MBL也慢慢憋起 憋起来 憋到两个台了 这个工程 开始有点优势 火炮 赶快按 APP点下了强弩的升级 好 这次改版果然不然 后期的转型优势 会更大一点 最近食物真的多 慢一点食物就可以换到大量黄金 对于转型来说压力少了很多 好 结果这里 冲锋剧行投石机一台都没拿下吗 尴尬了 VIPER 这一波血亏 两台巨头 都没拿到 好 VIPER 开始转型 大肉马配上强弩的组合 好 这一坨强弩 全攻守住 好 继续点 好 继续点 点掉这台巨型投石机 大肉马来到前线 同心集结 火炮点掉 巨型投石机 两台顺利拿下 现在白盒 又补下了更多的城镇中心 将继续外扩农田 好 那现在冰裂部分 来到35只强弩 35只的话应该很够用了 不太需要再继续补强弩了 这边就只要专心补肉 好 还要把这个金冠点一下 就没问题了 金冠还没有找到机会可以点 好 重点是要先把这个地方拿回来 石头先控好 MBL买了100石头 花了180块黄金 花了非常多的黄金 再买石头 不然就是守住这根城堡 你在viper 三公里也点下了 怎么办呢 MBL这一波 我觉得可微妙 他的心态配兵组成 虽然打大落马 应该是扛得住 但对于打强弩 只能靠青壮兵去解决 但青壮兵其实 不是那么的 防御那么的高 远防只有6点 游侠的话至少还有7点远防 所以不太好说 但这边有高地优势 MBL想用最后一波的高地优势 从上高地往下冲锋 但是看到强弩在后面射 把青壮兵往回拉 犹豫了 不敢打 他觉得这波打了 如果输了就要投降 决定还在憋一下 但是能憋多久呢 强弩在后面输出 低打高 伤害没那么痛 但这边拉弓兵拉得很好 MIPER还在 继续输出 强弩的射程优势 换掉了非常多的单位 OK 现在强弓数量已经有点狂不住正面了 补下了更多居民想要继续拖台钱 拖越久就越有机会吗 福克力葡萄园慢慢产生黄金的效果也没有 NBL 现在的想法我有点看不太懂 但是不拖的话也没机会 以拖待变 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先别决战 我们先等三攻好 三级的步兵铠甲好 再打正面也不止 现在科技都还没有好 好 MIPER这边城堡补在了右边 待会就有机会 可以补下列克提克遗产了 好 城堡往后补 继续拖 城堡继续挖出来 好这一波 看到了新的城堡 MIPER赶快拉火炮来攻城了 还有巨型抽吸 右边城堡拉三个人盖 血汗攻城 好城堡往前 继续夹住 这是以拖待变战术阿 好大罗马这边开始抓村民了 很痛很痛 三刀一只村民 没有列克提克遗传 所以没有办法三刀一只 这里城堡还有 30%时间 文迪这边有没有点下砖瓦技术呢 砖瓦是不是忘记点了 真的没有点阿 NBL你的城堡 跟紫狐一样的阿 紫城堡 后面清奇兵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这一波直接硬抓抓掉了14只的村民 13只才对阿 现在NBL转出了口阵型 好三攻三防终于点完了 枪兵终于能够出门了 好白河果然点下列克提克遗传 现在资源量已经来到了极限4000 3000的资源 看一下4级的价格 好4级现在肉子餐26块 还是可以换一些黄金 好非常多的清奇兵来了 大罗马升级还有两秒钟 继续点 一发一只清装兵 好这边想要先点后面的枪兵 但是我觉得先点枪兵好像会爆炸 这一波viper会输 这边直接戳爆大量大罗马 好直接钻到小洞里面 但这边洞是低打高 但不钻不行 有洞就是100分 哇这个洞真的好用 哇瘋狂输出 哇 直接扛不住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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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里伯工帝没有火炮 就很尴尬 要是这里缠个火炮 后面偷打一炮 这个洞就爆了 但是viper 很幸运的 没有遇到火炮这个东西 强奴顺利活了下来 但是家里现在是一片狼挤 很容易啊 现在除了要转出强奴之外 重装骑士也要转一些 如果全场 全场大罗马的话 可能会拷不住这一波的正面冲锋 家里经济会全爆 MBL这一波反击打得很好 以拖代变战术 科技全满 一波想要直接扳倒viper 好 正面的强奴没有回家 反而是继续进攻 MBL家里 现在这一波viper损失了非常多的村民 至少损失了四十几只村民 村民处已经只剩下七十几村 viper家里直接炸开啊 清起兵 好像有点猛 完蛋了完蛋了viper 要被一波扳倒了 这个强奴真的要回家啊 好现在家里溃不成军 只能出肉马防守 但是肉马完全打不赢枪兵 有点难受 好这些列克体克遗产的优势 还是有的 最后的二十五只清起兵 还在绕 好清中兵 哇直接手撕枪兵 但是有清中兵过来 打不赢 还在围还在围 围了一堆兵工厂 好这一波 最后又要做一个包夹 把这个清中兵给包抄掉 但是强奴还在后面 三三来迟 诶是觉得不用强奴了吗 怎么拉走了呢 用肉马就行了吗 哦还有抽中党骑士 感觉强奴还是要过来射一下吧 补一下伤害 好中党骑士过来应该就没问题了 只靠肉马肯定是不行 好这波换完 婚礼人 经济来到了极限 现在MBL 没有黄金 继续出了吗 好中午点下了 银罐了 柏根地葡萄园 好但是viper的经济优势 还没有结束 虽然这里只有两生物 但是大肉马的优势 应该还可以继续冲锋 而且这块冶金还没有挖干 MBL这边黄金还有 黄金的部分在拿呢 好这一波 扣法木 把自己给围起来 好冲过来了 这里上十墙 可是右边没有办法围好 这些村民又要被抓二十五村耶 哇这二十五村不要啦 哇没办法 没办法挡住这一波 哇 哇死了一堆村民 MBL经济也是直线往下掉 迈婆开始把这个村民给补了起来 后面撒下了更多大中原 好现在左边的田 这个是完全扛不住 这里要是能拆一个城堡 防守的压力就没这么大了 是不是这里要赶快补一个城堡呢 呃赶快补 也没错 哈哈哈哈 好 这个组的实际点非常漂亮啊 好 守住这里大中原就没问题了 现在强奴兵临城下MBL 现在没有办法可以扳倒这些强奴的办法 有办法也是需要更多的马上清装兵 好清装兵看一下这波冲锋打的如何 清装兵的动线很关键 来了清装兵上前 但是强奴在高地 高打低 输出非常好 肉马争取时间 清装兵中找到机会摸到了强奴 强奴在这边有点招架不住 现在强奴兵也开始往上戳 这波viper 要损失所有的强奴了 但是强奴还在go 还在输出打掉了所有的清装兵 清装兵剩下一只两只 哇这波吃光 MBL打得很好 火烂人损失掉了枪弩之后 又继续补枪弩 反正我黄金我还能挖 挡住了一波 你还可以挡住第二波吗 对于MBL来说 这是一个未知数 好现在大肉马继续往前冲 强奴先聚集一下 不然绕单来说 强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影响力 哇 结果这三只轻装兵直接抓到后方大中原 赚到了赚到了 好 但是证明又来了 MBL的轻装兵还没有放弃 但数量上来说 看起来viper会更胜一筹 好现在资源量 viper把村民补到了 96吋 MBL把资源 也把经济补好了 补到了120吋 好现在46只的肉马 加上viper的强奴 这边轻装兵在这里 viper已经看到 你来了 但是我的强奴在这里 不想要走 因为我想要攻城 但是如果不理轻装兵 家里的村民能够扛得住吗 感觉强奴要回救 但是大肉马在这里非常多 MBL感觉有点被逼迫 如果要回家防守才行 但是 这里这么多肉马 就意味着对方家里也没兵 还是去他架杀了 MBL表示 我还是冲你家 反正我正面也打不赢你了 那我就去冲你家吧 MBL的想法非常明确 中午点下了砖瓦技术 结果砖瓦技术来不及好 城堡已经掉了 好 打量抢兵 手撕 肉马 把你回家里 着火的相当严重 好 现在轻装兵 找个机会 溜回去把巨型投尸机给拿下 好 这里 手撕 抢兵 抢兵死了很多 那MBL这里不转大肉马出来有点疑惑 他其实是有大肉马的文明 一直用青装兵当作骑兵主力是没错 但是 后起没黄金 还是要转肉马 会比较好打一点 好 这边一个足城战法 MIP这个手术 见鬼了 直接挡住 好猛好猛 好 城门过不去 青装兵往下 但是正面的巨型投尸机有危险咯 大量强兵过来 想要捡生物 没捡到 但全兵出场 没有防御力 好 这一波 青装兵还在后面 强奴要拉回前线作战了 OK 能够换掉一台巨头 第二台也有机会 但是强奴来了 但是强奴来了 应该是没机会了 强奴来的话就追不到了 好 这里肉马 也在抓村民 现在viper多现进攻 青装兵 这一波用肉马去追逐 好 给他追过来 就会看到这里已经起了一根城堡 他已经看到了 好 那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做到太多的骚扰 好 这根保证是守护住这里大量的农田 好 巨型托斯机 还有两台 viper的黄金素 慢慢的又提升了上去 到了900块钱 游戏时间来到了一小时 十三分钟 破蓝后起的狗线能力依旧可怕 只要打到对方没黄金 接下来破蓝的胜率 会随着时间慢慢上升 而肉马 破蓝的肉马 是西帝国伤害最高的肉马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突然开始往后拉 青装兵 没有肉马的保护 现在有点难受 照想一下青装兵 拉射拉射 OK 逼退对手 但是巨型托斯机被换掉 亏了400斤 好 但是又打掉了修道院 但是MBL有所准备 好 最后还点下来补了草药治疗 想要把这些青装兵给补起来吗 有这么多时间可以让你补吗 感觉这个 是需要补 没错 但是好像没机会 没机会补欸 家里已经着火了 还是我们先去 麻将里面戳几多麻将 戳个几把 哈哈 要去戳麻将吗 戳一下吧 草药治疗都点了 好 没办法 打出了GG 我们恭喜viper 下比赛的胜利 哇 果然这个草药治疗 点了用不到啊 没有时间可以让他慢慢补 那viper后期的这个打法 我觉得非常适合 使用玩扑懒的玩家 这个肉马转型配抢弩 这个我们在 频道的贴图里面 贴图里面有提到 后期就只要转出大落马 把这些黄金 投资在重装其次 或是强奴身上 让扑懒的后期更加有优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 就是由viper拿下 食物上的森林 赢了大概一万六 不会是食物最多的文明 但是其他资源都是略数MBL 那黄金部分呢 是稍微输了一些 呃 卖出跟买入 MBL反而是卖了更多的资源 获得的黄金是 更多一点的 诶 那可以看到这边 MBL花费的黄金 是获得黄金是比较多的 但是花费的黄金 是四五八六 现在有这个新的功能 买卖入跟卖出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懂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要下订阅 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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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